臺北港一間物流公司的倉庫 在今天凌晨一點多 發生了公安的火警 消防隊員貨爆之後 大約在一個小時之後 撲滅火事 而裡頭起火的倉庫 爆滿了全新的進口汽車 一共有三輛 全新未掛牌的汽車 被燒毀 損失慘重 雄生火焰從倉庫裡頭冒了出來 現場還不斷竄出大量農煙 消防人員貨爆後 趕往救援 用工具破壞鐵門 進到內部灌救 位在臺北港內的這場火警 發生在二十六號凌晨一點多 起火倉庫隸屬一間物流公司 平常作為汽車倉庫使用 裡面還存放了除鏽劑等各式溶劑 火災發生當時 倉庫員工已經下班 保全發現有火光 立刻通報警銷到場搶救 那剛到的時候 那個火是蠻大的 那個倉庫總共有長一百五十公尺 矿五十公尺 農業蠻多的 發生火災 裡面除了他們進口的這些 汽車車輛儲存的場所 那在兩點十八分的時候控制 在二十一分的時候就熄滅 港區內不時可以看到進出的大卡車上 滿載好幾輛全新的汽車 經過警銷初步清點 一共有三輛未掛牌的汽車受到大火波及 被燒成廢鐵損失慘重 起火原因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華視新聞李明威新北市報導